驻美代表肖美琴即将返台述职 她日前接受日本媒体实施通讯社专访 也被封以战猫外交称号 被形容猫可以灵活地在神上行走 而谈到中共对台威胁步步进逼 肖美琴表示台湾的目标是 嚇阻中国以及预防冲突 面对中国的威胁行径跟挑衅行动 台湾竭尽所能避免台海发生事端 因此台湾正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延长义务与疫情 以强化对中国威吓 同时寻求台湾持续与世界交往的机会 据传出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访台 肖美琴强调 台湾乐于跟国际友人交往 尤其是那些愿意支持台湾 跟台湾站在一起的朋友 而日本将在今年5月主办G7峰会 肖美琴也提到 台湾期盼跟日本等伙伴强化同盟关系 也注意到G7重视台海和平稳定 期许日本在广岛峰会上 就相关讨论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